欢迎来到阅读雷达 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 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本期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 叫《我们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 这本书虽然是由20个独立的话题组成的 但它有一条主脉络 那就是用几种常见的科学思考习惯做示范 观察解释生活中的事物 这些科学思考的方式 是我特别想介绍给你的 为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离开了学校 和科学有关的学习就完成了 这个观点就错了 因为应试教育的问题 大部分人其实只学会了怎么考试 而没有掌握怎么科学思考 那这又怎么样呢 王晓乐说 这些人今后容易上各种保健品的当 王大说呢 因为分辨信息价值的能力不足 学起东西来效率就会很低 而这本书就能帮你通过20个例子 来看看科学思考 在生活中是怎么用的 我在书里提了好几种科学思考方式 但在今天的音频里 我为你详细介绍两种训练自己的科学思考方式 就从这两种开始 咱们先来说第一种 拒绝思辨是思考 什么是思辨是思考呢 就是通过感知结合经验 对现象给出解释 自古以来 地球上各处的人都曾经思考过一些大问题 比如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 世界是什么形状的 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 也得出了千奇百怪的结论 比如说 世界是被一只巨大的乌龟拖着走的 他们能得出这些结论 说明他们就在进行思辨式思考 当然 今天的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他们 因为在几千年前 能思考这些大问题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资源其说 就已经是令人敬仰的责任了 而幸运的是 在这些人当中 有些人认为万物皆数 万物皆几何 就是说 一切都可以通过先学学术学 就能知道所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了 这个学术流派 经过了两千年的演化 成了今天科学思想的祖先 但即便如此 他们在两千多年前 对世界的解释力呀 也不比其他的思想文明高多少 在那个时代 大家都或早或晚地创造 跟相信了一些哲学观点 那你说 为什么古代人会这样想呢 那是因为 我们人科人属人种的 这种生物赖以生存的能力 就是思辨式思考 当某一次威胁出现的时候 一个原始人如果没有能力 把这个陌生的现象 跟危险关联起来 那他就不会拔腿逃跑 就只能等着被食肉动物包围了 如果一个原始人 无法通过果实外皮的颜色 判断他离成熟还有多久的话 那他总会挨饿或者经常中毒 这些在野外都是致命的 那些无动于衷 不主动思考的个体 他们的基因都没能存留下来 思辨是思考 是一种让我们活下来的原始本能 只不过最近五百年 诞生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思考方式 那就是使用数学工具 并且严格依赖实证的思考 后来的人们把它叫做科学思考 你看科学思考听起来简单 其实它是违背原始本能的 它可不是我们上数理化课的时候的思考 也不是我们考试做题的时候 启动的那种思考 科学思考是一种不断演化 比原始的神经冲动要先进得多的 更能有效积累知识的一种思维方式 它不是在上学阶段 就一定能培养出来的 相当多的人一生都没能建立起来 如果一直用思辨是思考的方式来想问题 那可能你看到的东西都一直浮于表面 挖掘不到事物的本质 那么怎么拒绝思辨是思考呢 我们应该紧扣事实证据 做逻辑推理 就比如说书里有一个例子 要用找证据的方式去理解爱情 很多书和文章 都会根据人们的情感经历给建议 甚至呢 提出一些像门当户对之类的理论 但如果要用科学思考的方式来理解爱情 那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先得定义什么是爱情 爱情是什么 当然众说纷纭 但为了让讨论有意义 我们只讨论定义里的这种爱情 爱情指的是维持稳定的一对一的夫妻关系 定义好以后你会发现 爱情是有生物基础的 它不是一个纯粹思想中的概念 生物界里哪些动物有爱情呢 也就是有稳定的一对一的夫妻关系呢 是少部分的灵长类动物和少部分的鸟类有 我们在观察这部分灵长类动物跟鸟类 就发现了一个共性 它们都生活在资源不那么充沛的地区 而且养育幼崽的时间非常长 这就造成了它们的育儿负担极重 而我们人类不也恰好就是这样吗 孩子至少要等到八九岁 才能算是半个劳动力 在这之前不得不依赖父母养育 要知道很多大型的哺乳类动物 如果生下来十个小时之后 还不能随着大部队迁徙 那就死定了 而人类居然需要近十年的时间远 那为什么人类需要这么久呢 答案很明显 我们需要等待孩子的智力发育成熟 人类高智商这个优势 在后来的演化里甚至还成了负担 比如人类怀孕九个多月已经不短了 但大脑仍然只发育了五分之一 可如果再继续发育下去 头颅就会过大生不出来 所以人类只好提前把孩子生出来 在之后的几年中 再让大脑慢慢地成熟 但付出的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人类祖先是在几十万年前 因为气候骤变在非洲 大片大片的森林退化成草原的时候 迫不得已走出了森林 人类的祖先是极其幸运的一致 当年有过很多被迫走出森林的队伍 但在草原上讨生活非常不容易 能当食物吃的动物跑得都比人快 食肉动物的力量跟速度也远超过人 所以只有智力发达 善于思考的那一只才能最终活下来 他们制造了武器 房屋工具 弥补了自己身体条件上的不足 所以讲到这 我们从生物证据上必须承认 要生存就得要高智商 要高智商 就要接受沉重的育儿负担这个事实 那稳定的夫妻关系 又是怎么在这个生物基础上出现的呢 大家一起养不行吗 不行的 你看所有群居动物 交配权都是单个雄性把持的 群里虽然有其他的雄性 但他们要不就是年龄太老 失去了生育能力 要不就还是个青少年 并没有能力争夺交配权 而身体条件如此弱小的人类 需要更多壮劳力聚在一起 才能勉强捕捉猎物 那这些人怎么分配交配权呢 会不会因此干账呢 肯定会呀 而且原始人因为发明了武器 男性争夺交配权的战斗 一定是所有物种里最惨烈的 没有武器的时候 谁力量更大 反应更敏捷 谁就享有交配权 这是丛林法则 但武器出现之后 丛林法则就不再适用了 哪怕是一个弱小的男性 都可以手握尖刀 在偷袭中刺穿强者的心脏 在这样的争夺战中撞牢力 要是损失了百分之三四十 这个群落也就离团灭不远了 当然 所有那些没有解决好 这个矛盾的群落已经灭绝了 最后只留下了 把这个棘手问题解决好了的群落 他们呢是用合约来解决的 那就是大家都约定实施一对一的夫妻关系 只要第一次交配之后就约束自己 不再跟其他的异性发生关系 于是冲突的评次大幅减少 群落呢就得延续下去 到此为止 爱情的生物基础的第一波讨论完毕 你还觉得爱情是美丽的谎言吗 爱情是懂得放手 爱情是连她的缺点都爱吗 那些呀都是思辨式的思考结果 这个例子还没完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解释有道理 那这个道理还能解释出轨 因为爱情是随着育儿负担太过沉重而出现的 一旦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爱情的必要性就随之降低 那现代社会的育儿负担是更轻了呢 还是更重了呢 看看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 那些单亲妈妈们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孩子爹 把猎物带回家 单亲母亲自己就能扛起一个架 除此之外 在现代社会中 男女接触不但比原始部落更频繁 方式也更灵活 虽然人类演化出了 约束自己维持一对一关系的基因 但它毕竟是最近十万年才出现的 而生物要最大化自己基因的原始冲动 那可是积累了十几亿年呢 也许爱情基因的约束力还不够强大 还需要时间来加强 知道这些 正处于失恋痛苦的年轻人们 一定会长出一口气 原来现代人一直在失恋 失恋已经是最轻的损失了 那些没机会失恋的灵肠类动物 要不呢 就是始终没能走出过森林 要不就是在漫长的氧化中灭绝掉了 你要相信 每个人总会遇到一个 愿意和他维持一对一 稳定夫妻关系的那人 这根本不是一件难事 因为我们本就是拥有这样能力的物种 你看这种理解爱情的思考 就在拒绝思辨式思考 用正式跟逻辑去理解爱情 在这本书里 还有一个例子 也示范了这种思考方式 他说的是 人们眼中的世界为什么不一样 眼中世界的不同这个问题的解释 往往会扯上各种主义和价值观 比如康德眼中的 世界是不可被认知的 黑格尔眼中的 世界是流动变化的一种绝对精神 尼采眼中的 世界是纷繁杂乱 无始无终的 但这些东西都是不好证实的 思考过多 证据过少的东西是不美的 而这本书说的 人眼中的不同的世界是被测量出来的 那就是由是追细胞的不同 而测出的不同的世界 世界上第一位意识到 自己是色盲的人 肯定对人们眼中的世界 为什么不一样 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这背后可证实的生物基础 就是它少了一种是追细胞 大部分人类都拥有正常比例的 三种是追细胞 分别对红绿蓝三种颜色敏感 而色盲的人 在其中一种是追细胞的数量上 特别少或者根本就没有 这个世界上呢 还有1%左右的人 拥有四种是追细胞 多出来的这种是追细胞 对黄色敏感 这种人呢 叫它四色视觉 那如果我们要求四色视觉的人 画一幅色彩均衡的水墨画的时候 我们三色是追细胞的人看过去 就会觉得颜色非常紫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四色是追细胞的人认为 黄色足够多的时候 对普通人来说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普通人的眼中 四色是追细胞的人 画出的话说不定都是忧郁的 而他们自己呢 却不自知 但即便是色盲 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 因为大部分哺乳类动物 和所有的爬行类动物 都只有两种脊椎细胞 都是严重的色盲 其实 色盲才是人类祖先的常态 知道这些 我们就能解释一个问题了 常说老虎的花纹 是为了伪装用的 但绿油油的草里头 扶着一只黄色的老虎 这花纹太明显了吧 完全是在主动暴露自己啊 而这就是拥有三种视觉细胞的人类 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 在猪马牛羊的眼里 就不是问题 因为它们统统看不到绿色 黄黑相间的条纹 跟青草很相近 所以老虎的伪装 对大部分的动物是有效的 你看 就算只在可见光的范围里 人们眼中的世界 都会如此的不同 当我们掌握了更多观察世界的方法 比如电磁波跟引力波之后 那我们理解跟看到的世界 就一定和古人完全不一样了 好 这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 第一种科学思维方式 拒绝思辨识思考 它让我们利用更坚实的证据推理 得到更加有理有据的结论 这本书还有另外一种 非常值得说的科学思考习惯 那就是意志主观冲动 排除情感因素再做判断 那怎么做呢 最有代表性的方法 将双盲实验 比如在一次的药物实验里 不但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药 还是外观一模一样的淀粉片 连药品研发人员也不知道 知道的人是第三方 他会严格控制实验过程 对科学家来说 这是一个排除个人情感 对研究非常有利的武器 书中用的是红酒的例子 说的是一个红酒商人 曾经是一名海洋学家 他在多年的酿酒跟参赛的过程中 对评奖标准产生怀疑 到底评审专家能能尝出 哪个是高档的红酒呢 于是他借几次参赛的机会 做了测试 也积极地搜集了 其他的科学家的研究 在红酒如此普及的欧洲 红酒的价格在五英镑以下 与十英镑以上 这个差距已经是价格的分水龄了 结果他就发现 英国人区分欧洲红酒的能力 大致是这样的 在对五百多名参与者的双方实验中 只有大概一半的人给出的判断 和酒的价格高低是相吻合的 你可能会说 那不是说明有一半的人 都拥有分辨葡萄酒好坏的能力吗 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假如一辈子 都没有喝过葡萄酒 那让你闭着眼睛瞎猜 命中率大概也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结果是在说 普通人分辨红酒优劣的能力 和瞎猜处于同一水平 那专业的瓶酒师又如何呢 虽然大规模的双方实验数据很少 但仅有的实验也能说明 瓶酒师不太靠谱 他们对同一瓶酒的多次盲测 给出的分数 平均会上下浮动四分 虽然打分是百分之的 四分占比不大 但实际的红酒比赛中 百分之并不是说最差的酒给零分 最好的酒给一百分 真实情况是 打分基本都集中在八十至一百分之间 前三名和第十名可能也就相差五分 所以四分的差距已经很大了 既然评奖标准都是飘忽不定的 这个行业就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了 比如这种酒配什么音乐 配什么煮菜 配什么杯子 当然 谁都不能否定红酒里的文化价值 它会带给人享受 但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 用这个差异来兜售高价的饭局 跟品酒的课程的做法大都是做过头 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红酒的双方试验 在那些一定要分出是非对错的场合里 即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 前后两次酒的口味的不同 也会抑制住给酒做品价的冲动 我们会从内心相信 感觉是多么不可靠的 这才是真正做到了反天性的思考 做到了抑制主观冲动做判断 在旁观者来看 这样的人好像对任何他不深入了解的东西 都说不出什么来 但凡是他开始表达观点的时候 都有无可质疑的深度 红酒尚且如此 涉及利益更多的东西 比如药品到底有没有效果 难道就能绕过严格的双盲实验吗 当然绕不过了 美国在这方面走得比较远 甚至呢有点过头了 每一款药物从申请研发到最终上市 平均药花费12年和15亿美元的成本 主要成本都花在双盲实验上了 如果任由情感冲动发挥作用 研发者就会忍不住想 都砸了这么多钱跟时间 还能无效吗 所以后续就算有验证环节 也只是走过场而已 正因为有了双盲实验 才能排除情感因素的影响 在缺少抑制主观冲动 排除情感因素做判断的地方 药物和安慰剂是没有区别的 抑制主观冲动去思考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更常见了 在我们遇到各种未知的时候 总是想法要给它找一个解释 一旦你开始强行解释 那就离迷信不远了 迷信并不是单单只跳大声 一切在没有原因的地方 找到原因的行为 都是迷信 比如有人看到 同事今天穿了一件紫色的衣服 就推断他心情忧郁 这就是迷信 想方设法找原因 这其实也是一种天性 我们天生都想给未知的现象找解释 这样心里才踏实 自然界中 未知一般都包含着危险 这是古以来 人类面对严酷的自然 逐渐学会了思考模式 凡是那些对陌生事物感的人 他们的基因都没能流传下来 但今天情况变了 生活已经不再那么危险了 可陌生事物又成百上千倍的产生 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 不是每件事都能找到原因 其实更准确地说 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找不到原因的 书中用了沙堆的例子 有人想研究沙堆崩塌的具体原因 甚至一粒一粒地撒下沙子 用高速的摄影机录下整个过程 仔细统计每次沙堆崩塌的规模 跟这种规模发生的次数 但结果却是 这些大规模沙堆崩塌的事件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一粒沙子下落之后 造成几百万粒沙子崩塌的事件 看上去 好像比一粒沙子落在沙堆上 什么都没发生 更值得关注 但那种大规模的崩塌 它的罪魁祸首 却并不能归结在 最后一粒落下来的沙子身上 因为每一粒沙子落下来的过程 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也是大规模地震 无法预测的原因 我们不能说 某一个单一因素造成了地震 原因是多种多样 它们积累在一起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到了那个临界点 地震就发生了 所以你要承认 世界上很多显著事件的发生 都不能对应到一个特殊的原因上 单次的灾难无法预测 而多次的灾难却可以统计 科学家针对沙堆崩塌 跟对应规模的次数 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了一个分布规律 利率就是密函数的密 简单形容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八定律 市场上20%的人 挣了80%的钱 公司里20%的员工 干了80%的活 当然可能不总是2比8 也有可能是1比9 甚至是比例更夸张 二八定律只是形容 利率分布那个样子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只要参考样本的数量足够多 二八的比例 在更小的区域里都能观察到 比如你只看最富有的那20%的人 这些人的财富分布 依然满足二八定律 这就是密律 这种规律左右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表面上看出现了富人巨富 勤劳的人干活更多 少部分的消费者购买了大部分的商品 等等现象 这些现象经常引发讨论 人们希望找到成为世界首富的窍门 希望找出巨大灾难的预测方式 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 这些夸张的现象 本质上并不是有某个特殊原因造成的 这个答案实在太平淡无奇了 好像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似的 其实哪有那么多的本质啊 这个世界上 很多现象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但如果真的要深挖 还是可以追问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秘律分布 这个解释出来 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 各种隐藏在秘律下的社会现象 就拿我刚刚说到的 市场上可能2%的人 挣走了80%的钱 这引发了多少讨论跟斗争啊 这是不公平的呀 那该怎么打破秘律分布呢 有三位研究非线性动力学的物理学家 曾经给出过一些有意思的解释 他们的结论是 秘律分布的出现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是样本值的上限 没有明显约束 另一个是样本间的取值不独立 这句话好像更不好懂了 但其实是意义非凡的 我们用具体例子来说 比如人类身高的分布 就不满足秘律分布 在这里两个条件是同时缺失的 第一个条件是 样本值的上限没有约束 身高满足吗 当然不满足 人连三米都长不到 怎么可能没有约束呢 基因上的约束就限制了我们的身高 第二个条件是样本间的取值不独立 这个满足吗 也不满足 因为我们的身高多少只取决于我们基因里那一套规定 我同学我邻居 我朋友的身高 几乎不会影响到我的身高 所以样本是独立的 你看两个条件都不满足 所以人类身高的分布就不满足秘律分布 那秘律分布怎么样呢 就拿2%的人赚走了80%的财富来说吧 第一个条件是样本值的上限没有明显约束 满足吗满足 因为世界上的财富真的太多了 对一个人来说约束并不明显 第二个条件是样本间取值并不独立 满足吗也满足 因为我们能赚多少钱是有一套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当金融巨额狂吞的时候 那些潜力不少就是亿万平民贡献出来的 谁也不能独立创造 跟他人无关的财富 当然秘律分布为什么会出现 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 但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这个解释的话 在我们眼里 那些会引起争论跟思考的社会现象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 回答就是另一番面貌了 就拿财富分布来看 为什么社会财富 大多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这个貌似不公平的现象 我们有两种渠道可以操作 第一个是回到原始社会 因为那时的财富总量很少 大家都是勉强糊口 另一个是立法禁止任何交易 这样就会保证样本间取之完全独立 但你看好像这两样我们都做不到 当人类还没有掌握足够多的数学 物理知识的时候 硬要对这些问题做答案 那就是典型的 由冲动带来的思考了 这就等于在给没有原因的地方 应找解释 它们不能理解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 或者说它们认为大事件就要对应特殊的原因 这是一种坏的思考习惯 是一种迷信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你解读的全部内容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在这七音频里 我跟你分享了两个科学思维的习惯 一个是拒绝思辨是思考 我们应该紧扣事实证据 做逻辑推理 这样得到的结论才更加有理有据 还有一个是要排除情感因素去思考 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去 除了在这个解读中我们提到的 拒绝思辨是思考 抑制情感冲动的思考外 书里还有其他类型的科学思考方式 比如说认识数学的重要性 用工程师的视角去看问题 用演化的观点理解现状 每一个都有详细的例子解释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找原书来看看 今天的世界 文明很大程度上是1500年到2000年前 由不同的宗教信仰结成的不同利益团体形成的格局 而我猜2000年后 世界文明的格局就不以宗教为区分的基础了 很可能会以不同的科学结论来区分 这个分歧也许并不比今天的小 但它们一定有一个更基本的共识 认同科学思考方式和科学方法 我们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 就是这样一本启发你科学思考的书 是一本可以让思想更现代化的书 最后我补充一句 要真正理解科学思考方式 可以看看科学家是怎么做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